現今的學校教產黨 很緊張罵在將軍的農地現身 去美洲教育賺來喝而已 但為這時間點 產黨很有可能在台灣生兩次因 為了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但那次新台保佑學會 也跟將軍庫公所交通 希望可以請農民的腦筋地 因為它的習性就是 常常都躲藏在那個很高大 很茂盛的草叢裡面 所以我們不容易觀察它 所以到底是不是有在復旦 或者已經有在預除 我們不很確定 但是就怕萬一如果 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那因為最近這邊的田地 是休耕地 然後面臨就是區公所 要來檢查看看他們有沒有翻耕 這個是區公所他們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所以我們預請有行文區公所 那請區公所呢 那這個能夠公告這個區段 然後呢 勸導農民 請農民暫緩 來那個翻耕 日前將軍區區區等有洪蔥發碼 這些都現場 在教育的介紹之下了解禪動的實現 既然在總軍打造一個優雅的新台環境 我們將軍區公所在這邊呼籲我們的農民 能夠來配合 如果有發現我們董基的中基的話 一定會告訴我們公所或是農會 我們會來審慎來審查 然後評估讓他們能夠延期 來方根跟那個勘查 讓尤其是我們的將軍裡的吳里長 他帶頭來響應 希望本區能夠打造一個生態的一個環境 因為產黨大部分的時間都會美起來 教育都要很有難心 在單台才有機會看到他們 也因為環境所以欠很多愛照的臉書全弄 南天新聞來算 準軍採訪報道